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題目就是 法德計劃酬建歐洲軍 大國 博弈生死之道 作者就是 慣品芳發表在2021年11月20日 我跟大家讀這篇文章 未來十年之內中國的 綜合實力 特別是GDP 即是國民經濟伸展量 就會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 已經跟大家說了 中國的財富 現在也是超越美國成為第一 但當然中國的人數 比美國多四倍 所以人均來說 仍然不夠美國有錢 但是 從總量來說 在未來十年超越美國 就是肯定的事 現在作者說是十年 我相信八年左右都可以 從現在開始計算 可能是七年左右 2028年左右 一定做到 形勢變得很快 看來 中美兩國對此 缺乏心理準備 新冠疫情得如其來 在大變局之中 美國顯得操勢不及 這就是美國自己國家內部問題 非常嚴重 所以他們處理新冠疫情 一定的 非常不好 美國最終鎖定中國 成為頭號的挑戰者 從2008年到今天 已經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中美之間 如今 眼黑對抗 已經是一個殘酷現實 由美國主動挑起 中國 不得不起 而應對 這場二十一世紀的大國博弈 如今慢慢 開始清晰 是美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決定 在2008年 金融危機有求於中國口 決定重返 亞洲 到2012年 亞太戰略 到2017年 印太戰略 代表美國 抗衡中國 和平崛起的 戰略 逐漸發生了 質的變化 現在已經 再沒有轉彎的餘地 大家回想一下 1949年 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 只得美國3% 72年 今日 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 已經大約是 美國的70% 而且將會迅速接近 然後會超越 當然 綜合國力 不只是計 經濟體量的GDP 還有 科技軍事的硬實力 這方面 美國仍然大幅領先 大國博弈之道 中美雙方都應該非常謹慎和保守 尤其是中國 被迫起而應戰 一定要避免發生重大的戰略錯誤 一定要避免犯顛覆性的失誤 中美最高領導人在11月16日視頻會談之後 相信日後歷史會將會寫下 這是據 或是時代轉折性的舉措 象徵中美雙方意圖規避今後50年 既競爭又合作新型大國關係 希望擺脫五度全面對抗的局面 避免一指錯 滿盤皆落縮 我覺得 分水嶺應該是2020年 然後我們看到 中國 在疫情方面 和中國的國家機器 運作之下 使中國可以避免疫情的損害 但同樣地 相反另一邊 美國在這方面完全顯露到 他們國家內部的各種問題 所以我會將2020年作為的分水嶺 就不會將2021年11月16日作為的分水嶺 現在先看看回顧一下歷史 這主要是歐洲那邊的歷史 19世紀的時候 歐洲那邊有 法國、英國、德國、三國爭霸 那時候美國可以說 在這裏撿了一個 好牌 因為 律頗相爭 如人得利 法國的拿破崙、塞爾 帝我為敵 滑鐵路一翼後 賦於英國 英國從此冒起 殖民地遍佈全球 成為日不樂之國 其後 比斯麥 帶領德國崛起 英德雙鴻 雙爭 結果 律頗相爭之下 美國如人得利 1890年 美國 綜合國力 超越英國 後 當時也未能夠 立刻 取得全球 稱霸的地位 我們要留心 中國 就算當國力超越世界 其他國家時 亦沒有心 全球稱霸 大家不要忘記 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的 1914年 191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 英國鎖定了德國為頭 挑戰者 戰後 兩敗俱傷 美國 地位 乘機都沒有起 在1800年 全球最發達的城市 倫敦 100年後 換成紐約 回顧上一個世紀的100年 美國先後成功逼退了英國 德國 蘇聯和日本 德國的威廉二世 和希特拉 先後犯了顛覆性的錯誤 另外還有日本的羽人 以及 蘇聯的 拜爾吉祥夫 和葉利欽 他們都成為 美國在上升之中 的過程之中的失敗者 或者錯誤法 動戰則 或者位於和平演變 或者 經濟和政治 受制於人 未能在一段時間內 成功捍衛民族 十九世紀 有德國的卑斯麥 二十世紀 有蘇聯的斯泰林 可惜 他們都後繼無人 中國共產黨 經歷百年奮鬥 和回顧 戰後76年來 中美蘇三國之間的對峙 從中國的角度來說 毛澤東對大國博弈的全球戰略觀點 洞識天璣 令人信服 他看透了帝國主義的霸權本質 各共內戰之間 期間美國企圖分裂中國 劃長江而治 一分為二 建國之後 韓戰爆發 1950年 毛澤東毅然決定出兵 抗美援朝 遇敵於國門之外 與當年元日中天的美軍硬拼一場 成功換取了七十年的 和平建設環境 這裏我想 說一說 中國換得這七十年的和平建設環境 是因為 兩彈一升 中國如果沒有原子彈 相信 和平崛起的機會 也會差很多 中國在美蘇爭霸的隔逢之中 除了珍貴的發展空間和時間 為中國和平崛起 創造了必要的宏觀條件和環境 1971年 毛澤東攻佔遠足 洞識天世界大勢 航向的改變 及時邀請來訪華 從此改變了世界的格局 中國過去五十年 不卑不漢 韜光養晦 有所作為 才能發展到今天的地步 至於 不卑不漢 可以說是毛澤東 韜光養晦 應該可以說是 鄧小榮的高勞 現在發展到今天 中國想 韜光養晦 也不行 這是歷史偉人的紅材偉大略 現在回歸起來 從世界 三分理論到團結 阿非拉 從金珠五角到一帶一路 中國的路越走越寬 特別是過去九年以來的加速 令全球震撼 歸為觀止 過去九年自然 輪到中國的另一個 領導人 習近平的 作為 一帶一路 是習近平提出的 如今 世界局勢已經走到一個重要的展示點 美國最終是鎖定中國為的頭號挑戰者 於中國是被 被動 迫不得已 但這是美國 深思熟慮之後的情況 美國對於大國博弈 經驗豐富 我們知道 他一向以來 強橫霸道 不可一世 有軍事硬實力 和尖端的軍事科技支撐 更加掌控了華語權 君臨天下的運作機器 如堅使指 效率之高 一時無兩 但現在我們看到 他那邊 開始慢慢 出現非常多的問題 中國不幸被釘上為 頭號敵人 是由中華民族 有一次最危險的時候 如此形勢 絕絕逼人 中國如果處理不好的話 牽涉到整個國家的前途 和民族命運 但我這次對中國 非常有信心 我覺得中國的領導人 這次是不會再犯下 重要的錯誤 德國 日本 和蘇聯先後 被美國 謀想後 在不同時期 各自犯下顛覆性的錯誤 戰爭造成本國人民 生靈淘汰 死傷寢職 經濟造成本國人民的水深火熱 不盡反退 歷史的 恩鑑不軟 日本人吃了軟爆苦果 戰後 到今天為止 仍然受制於人 蘇聯解體後 弄自民不聊生 慘慘害了兩代的俄國人 美國作為一個軍事帝國 稱霸的經驗豐富 在選定了揭制 中國和平崛起的同時 估計 如果要防範 什麼都好 最重要的防範 不要讓第三方 遇人得利 最有可能的當然就是 歐洲 俄國 和日本 現在歐洲 德國和法國 曾經先後領導世界 有歷史傳統和背景 德法如今正在努力擺脫 北約的牽制 北約就是美國的牽制 建立自己的軍隊 可以爭取軍事上的自由 馬克龍懷疑北約的敵人 是否俄羅斯 是對美國通過北約 東抗力 壓俄羅斯的 戰略質疑 他雖然年紀輕輕 但在歷史感覺超乎上癮 估計 歐盟今後所作的腦 是多極世界中 最具實力成員之一 俄羅斯在軍事上 固然是美國的死敵 估計美國對日本的牽制 亦不會放鬆 另外中國這邊 估計中國在抵禦美國 瓦核挑戰的過程之中 既要避免投降主義 亦要避免冒險主義 同時要懂得 在歐盟、俄羅斯 和日本之間 徘徊 取得某種不安的平衡 英國早已沒落 老子已經變成了兒子的父從或隨從 現在回顧起來 英國脫歐 尤其歷史必然性 他的公投結果 只是化妝的必然 英國如今只能夠跟著美國的指揮棒 別無選擇 從特定意義來說 加拿大和澳洲亦是這樣 可惜澳洲也是這樣 而更可惜的是 香港有部分黃絲 嚴重缺乏對歷史的認知 不知所謂的起哄 參加黑暴動亂之後 竟然選擇 五加一移民英國 實在如不可及 總之 不讀史 無意言 不讀史 難知過去 旺論 將來 老葉不讀歷史 所以 對這些事來說 我今天先明白 實在 真是太遲了 無言言 今天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 使得大家 不要再犯下老葉的錯誤 人身抉擇 不能靠低層次的聰明 是要以大歷史眼光 隔之古今 說到底 美國決意鎖定中國為最大的威脅 並不是 第一大國必然揭制第二大國的 機械性的宿命論 而是更多牽涉到信仰 一神論的猶太教和基督教和中國傳統價值的文化忠突 美國有其 所謂 終極的信仰和 明定 擴張論 自以為 受命於神 統領世界 美國這種信條式的思維極難改變 中國可持的就是信仰 是精神 智慧 和 物質的綜合力 足以擴行美國的 一套 意識形態 和價值觀念 在這裏 仍然有太多人 仍然 誤信 美國所說的 所謂民主 一定是由選舉方法 產生政府 這個已經在 時代上 應該大家明白已經是落後 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其實對中國做了兩個重大的戰略轉變 第一個就是拉攏同盟國 組成包圍圈 不停 軍事演習 對抗 升級升溫 震情叫馬喊打 不過這個是慣常做法 但證明是無心效用 其次就是 明白到單純對抗 十分危險 因為要防有余勇在旁得利 拜登因此及時調整策略 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現 亦可能是現在美國國內 一個問題 需要尋求解決敗法 的一種表現 到底是他聰明 還是他被迫 大家可以自己慢慢 思考一下 美國有思維 認為 克林頓當年8年 對中國太溫和和軟弱 提供了黃金機會 給中國快速發展 到小布希上台時 剛剛要重新檢討對華政策 但又因為911事件 美國決定在中東發動戰爭 進一步提供了 時間和空間 被中國快速崛起 美國高層認為如今 匯之二慢 美國的一貫做法 就是挑動矛盾 製造對立 隔岸官火 如果最終能夠 是中美對抗不幸 變成了熱戰 最大可能 是代理人戰爭 美國將會力爭 歐盟火拼俄羅斯 日本火拼中國 以一東一西為主戰場 自己如擁得利 因為過去曾經用這個方法成功過 現在吃除滋味 但事實 大國博弈 美國肯定不會親自出馬 最喜歡賣軍火和武器裝備 從這方面來說 在歐盟火拼俄羅斯 那邊可以打 因為俄羅斯的軍事力量不弱 歐盟亦跟他不中 上下 但在東方這邊 日本火拼中國 已經 不是二次世界大戰 中國國力 比日本 實在大得太多 日本 這次一定是以卵擊石 所以 在東邊這邊 戰場 我不覺得有什麼 特別大的 可能性 反而我擔心 美國挑起台灣 使得 中國被迫 武統 這方面我反而 更加擔心 總而言之 中美之間的大國博弈 發展到今天 不必過高或過低 估計局勢的嚴峻程度 不可以太樂觀 亦不需要太悲觀 深信 早過正確的判斷和領導 把特區 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如今互聯網訊息發達 意識形態和全苗 戰場已經變得非常重要 香港人已經陷入慣性批判 凡事批評 與不驚忍 勢不憂 容易相信 哪怕是天方夜譚式的傳搖 容易支持本身的既定信仰 貨堂和輿論陣地 是無燒煙的戰場 香港人經歷過 過去幾年的事變 現在開始發現 三人 人必成苦 真參殺人的遺禍 希望特區政府千萬不可以 輕視教育界和輿論界 要進行遲底的改革 我絕對贊成 教育界 需要好好地走回一個適當的路線 而輿論界 指媒體 亦需要明白 今天的世界 已經不是 20年前 30年前 或者40年前 世界 時代最變 如果不變 結果 自己是損失 多謝這篇文章 跟大家分享了 多謝